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金森是症 那是怎么发现的 是在我去年9月 小巨蛋演唱会结束以后 我发现我的整个角尸家 全部都掉光 全部掉光 剩下肉 然后掉光了以后 我发现我吃什么吐什么 然后连喝个水都吐 然后喝个水 整个肚子就胀到像怀孕一样 就没办法去蠕动 然后去吸收或者是去排泄 我就发现说我可能真的生病了 所以瞬间就变这样子 它是慢慢来的 但是我一直忙于演唱会 因为去年办了两场 就一场又在2月份 然后就又加场了 又在9月份又办了一场 就这样子忙碌当中 自己知道说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了 但是都没有时间 然后也怕家人担心 然后一个人去看诊又不方便 就这样等啊 等人的 拖 一直拖 我就发现说我的状况不太好 我一直跌倒 一直跌倒 对 就是我本来以为自己是聚高症 我觉得不平衡嘛 我就觉得是聚高症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我站在高 那个楼梯上我也觉得很害怕 都一定要dancer牵着我 后来我觉得不对啊 我怎么慢慢在平地上我也站不稳呢 就一直跌倒 以前我不买袜子的 不穿袜子 然后现在我开始穿是因为 全部都是黑青 黑青 黑青 因为一直撞到 一直跌倒 然后像我这样子坐着 这里有两边还比较安稳 我在家里坐着的时候呢 我家的沙发有一边是没有这个 这个扶手的 这样子坐着看电视忽然间 就整个倒下去 然后我的头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它那个一条线啊 刚好就撞在那个瓷砖上面的 就有一个凹痕 一个凹痕 到现在还在痛 然后还好急救了以后呢 就觉得说没有脑内出血 我就觉得OK 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对 然后看了医生 看了很多家 我从中部看 因为我住台中 然后在中部看了医生 然后后来又有好朋友 好大哥 介绍我说你要不要台北看看 我又去台大看 然后去台大的那一天呢 一进了台大 我只是去看诊而已 我觉得去看诊 我就带着我爱心的狗狗 我的狗妹妹 然后一个志工陪着我 然后还有朋友载着我们去的 我一进去以后 医生听了我的描述 他说请你马上住院 住院啊 对 请你马上住院 我说我没有怎么样 我只是来看诊 他说没有 你不要以为台大的病房那么好强 对 你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 我不会叫你住院 请你马上办理住院 OK 然后我就被送到病房了 然后我紧张到一直抽搐 他应该是要检查 检查看到你哪里出问题对吗 他认定了 你这个方向的问题不小 不小 OK 然后在台大就医的这个过程 在最后他们在检测出来以后 告诉我说 你在出院之前 我没办法告诉你 你的病因 是因为你每天都要求出院 因为你每天都很撒狗 你的情绪都很不能稳定 那但是我们的心理检测 你又是正常的人 你没有精神疾病 你只是不能安于现况说 我生病了吗 我那么严重吗 然后那时候我就急着 每天都告诉医生 你请你让我出院 到了好像住院的第四天吧 我有一天晚上在 就很抓狂的告诉我的志工 我请了志工来台北照顾我 因为台大的医生是希望我能够 找一位有护理经验的护理师 来看护我 他说你现在的状况是需要这样的 我说没有 我绝对没有那么严重 我不相信 然后我请了我的志工来 志工来了以后我就告诉他 我今天晚上要叛逆 他说你想怎么叛逆呢 我说我凌晨两点我要去叫一个披萨 然后我要全部把它吃光 然后他说凌晨两点 那个台大的下面全部都关电了 对 都关电了 这样子好吗 我说没关系 他一定有个小门 真的 你要越狱之类的吗 本来 结果看到了一个守卫在那里 一个警卫在那里 开了一闪小灯 全部里面都是暗的 我忽然间站在那里觉得 眼睛闭着以后我就想 我过往的一切 我几十年来 我一直说服大家要往正向看 要有正能量 要看到希望 要看到光 为什么在这个当下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我忽然间豁然开朗 说不对啊 不应该自己这么慌的 我不应该这样子 结果披萨来了 我真的把它吃光了 然后也吐光了 吐光了 因为我吃什么就吐什么 为什么 这是帕金森症症的特征之一吗 因为我对帕金森症症的药 非常过敏 是因为药而不是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也会 但是我又加上过敏 所以非常严重 我一天要吐五六次 就是你有吃就吐 有吃就吐 有喝就吐 难怪你现在变这么瘦 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让自己有精神 我很快就会没电 就像石头人一样坐着就不动了 躺着就不动了 也起不来 明明知道有工作 以我过去的个性 工作是第一 我绝对一定不会迟到 也一定会早起 但是现在是连工作的时间都快到了 志工叫我怎么叫我都起不来 后来当医生叫我复诊的时候 说好 詹小姐 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我那时候也很大剌剌的 我把口罩拿下来说 我从事某个行业 说我知道了 你是那个詹雅文 可是我们今天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 对不起 你真的得了帕金森症症 说谢谢医生 我转头就走 我转头就走 因为五雷轰顶 然后后来我又进去了 我进去我问他 那我未来该怎么办 他说第一我要告诉你 全世界没有任何医生 可以医治这个病 还没有研究出这个药 然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能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你既然问我 你未来要怎么办 我只能告诉你 你想快乐就快乐 想笑就笑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要去哪里赶快去 想要完成了 你就赶快去吧 我听了这些 我就觉得你给我下了一道福令 就是告诉我 好像我不赶快的话来不及了 世界末日 我真的觉得世界末日 我就在家里关了一个月 完全在床上不动 我就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 我也没告诉家人 我不敢讲 我不晓得怎么去讲 就直接讲 就是我得到帕金森事证医生说的 我不敢讲 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 我对于家庭 我越离越远 我越跑越远 我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帮助我自己 我开始觉得 原来我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 然后我对于别人的事情 我可以用尽了办法 用尽了几个月 我来说服你说 拜托 阿公 阿嬷 独居的阿公 阿嬷 我来家庭 家庭去也好 让你不要亂 不要困扁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说服自己 我开始说服自己 开始对着镜子讲说 每天我只要看到镜子我就讲 请原谅我 对不起 我爱你 谢谢你 我对你太不好 才会让你生病 到了我真的 真正的面对了这个病情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我的人生要转180度 我想对抗这个病 可能也需要一段历程 不过这个就是 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它 我们来跟亚文一起去了解这个病 你还好吗 杰米 她疼 你肯定想要做这个 双手战斗 生活逐渐无法治理 爱情要不要理改编真人真事 安海舍威饰演一名帕金森市患者 无法治愈的疾病 折磨他的日常生活 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 承受帕金森市政之苦 1996年阿里用战斗的手 点燃奥运圣火 这一刻感动了全世界 阿里和帕金森市政 奋战超过30年 最后因为呼吸道问题 不敌病魔 还有演出电影《回到未来》的影星 米高福克斯 1998年 他将病情公诸于世 米高福克斯 积极推动研究治疗帕金森市政 甚至成立基金会 不过时至今日 人就没有根治帕金森市政的方法 但已经能够透过药物 或者手术来减缓症状 我们脑部的 这个身部这个地方的中脑 中脑的黑质细胞 它的提早的退化 那造成细胞减少之后 造成它多巴胺分泌不够 那多巴胺它是可以控制 我们的一些动作精准度 还有一些让我们执行动作 能比较顺畅 帕金森市政呢 其实就像我们常听到的 一些慢性病 帕金森市政和阿兹海默症 都是脑部疾病 但两者发病初期症状不一样 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种 主要是认知功能出现障碍 像是记忆力 专注力 空间感变差等等 而帕金森市政 则是行动功能出现障碍 例如行动迟缓 静止性战斗 严重者最终必须握床 旁人整天照顾 常会因为呼吸道 泌尿道感染而死亡 在台湾 至少有六万多人 罹患帕金森市政 大家提醒注意 就是做这个动作 就是把两只手 手指头打开来 然后尽量快地做 看他可以做多快 如果帕金森市政的病人 他会越做越小 最后就粘住 就没有办法做得很顺畅 那正常应该就是像 像我们这样做 他可以做得很顺畅 可以做二十下 看看是不是会越做越小 帕金森市政 是台湾第二常见的 神经退化疾病 退化原因不明 推测可能是因为家族遗传 或者是后天造成 就算罹患帕金森市政 仍旧努力创作 已经病逝的音乐大师李太祥 2001年曾经接受 深层脑部刺激数 让症状改善许多 还有女星方成 她在单元剧 我们这一班 饰演季老师打开知名度 却在40岁时 罹患帕金森市政 因为我已经练了 两个月的勇技 所以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蛮好的 方成淡出演艺圈 靠药物和物理治疗 手抖也缓和许多 虽然帕金森市政 被称为不治之症 但靠着毅力 配合医师治疗 拥有乐观的心 也能延缓病情 享有正常生活 很多人对于阿斯海默症 跟帕金森市政 他会混淆 会搞不清楚 会觉得说 都一样失智 不对 阿斯海默症是失智 但是呢 帕金森市政 他会断片 会断片 他会失去记忆没错 但是那个断片 的方式跟喝酒不一样 喝酒是说 我忘记我昨天喝了几瓶了 我忘记我跟谁聚会了 我几点回家 我怎么回家的 什么什么 谁送我回家 不是 他那个断片是属于说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忽然间觉得自己空掉了 我会忽然间觉得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 请问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会忽然间 到了另一个空间 OK 所以在这个断片的过程里面 这个部分是失忆的 对 他完全是失忆 而且是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这个状况呢 让我很困扰的是 它会影响我很多工作 譬如说 我的工作是演唱 我工作是讲评 我讲到一半会 想不到词汇吗 不是 而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连那个空间场域你都不知道 现在在身处何方 但是他们等到我清醒了 或者说老师你喝口水 我们停机你喝口水 然后我喝了口水以后 我才会慢慢讲 原来我是在某个电视台 我在录节目 所以它慢慢的影响我很大 我开始回想 我这么多年来 我为什么跟家人离得这么远 他们不爱我吗 我们可以半年没有通过一次电话 我后来想不对 当我转了180度以后 我才发现 他们不是不爱我 是他们太相信我 他们觉得我姐姐可以 我的女儿可以 因为她很坚强 她很勇敢 她太忙了 我们不要打扰她 所以没有电话 没有来讯 我们只有家族穿个平安就好了 我没有常常回家 我可以半年三个月几个月 我都没有见到父母 是因为我一直在忙这些事情 等到自己有了这个病以后 我必须要在台大 一直看着 我就搬来了台北 OK 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妹妹弟弟 我妹妹还从澎湖特别过来 全家人 连姿子 全部来 拥抱了我 我爸爸还独自地抱着我 这是我从小到大 从我出生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的经验 没有的礼遇 我爸爸抱着我说 你要保重 你很厉害 你要保重 现在只要为你身体好的事情 做就好了 其他你不要那么拼命跟认真了 我们都够了 我们真的都够了 我当下才知道说 我一直误解 爸爸 家人是不是不爱我 爸爸是不是不爱我 因为我不是个男生 他希望我出生的时候 就是个男生 妈妈难产的时候 我非常愧疚 难产生下我的时候 妈妈的眼睛就往上掉了 送到了医院 没有人在意 床上是不是还有个小孩 大家都忘记了 只记得赶快救大人 没有人记得 还有一个小女娃 还有一个小孩 等到我妈妈清醒了以后 说小孩呢 小孩呢 大家才想到 对哦 小孩呢 等到我妈妈出院回到家里 看到我 没吃没喝 还没有死 还有一口气在 可是我爸爸却觉得 我养不活 所以我爸爸坚决不报户口 他觉得我一定会死掉 他看我那个样子 又瘦又小 然后又好几天没有喝奶 也没喝水 我爸爸就出去工作 穿着衣服就要出去工作 我妈妈央求他说 拜托 你把小孩保护口 带小孩去看看 拜托 我爸爸说 会养是我们的缘 不养也是他的名 就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爸爸是不爱我 因为我不是男生 我爸爸期待是个男孩子 但是到了发病以后 到现在 我忽然间觉得 人生真的没有办法 一切都往不好的地方去看 对 当你往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才发现 你是得到的 是 我没有失去 我得到了家人所有的爱 我现在才知道 他们有多爱我 我妈妈很爱哭 我遗传了我妈妈爱哭 因为我妈妈双鱼座 然后我妈妈来病房的时候 看了我 拍拍我的手 眼泪打转都不敢流下来 跟我讲说 比较勇敢的 没问题 现在哭学 这年进步了 没事没事 没关系我来看看你而已 没事 你一定要勇敢 我就知道那个时候 妈妈是装着坚强 含着眼泪一直装着坚强 我当下我也告诉她说 我叫了一声 我妈妈说宝贝 我叫我妈妈宝贝 我说妈你是我的宝贝 你辛苦的生下我 我一直让你这么的担忧 你说没有 你不要让我烦恼 你一直都很独立 是现在你生病了 没关系 我们全家都在 你绝对不要觉得说 没有人挺你 我们全家都在 在那个当下 我才解开了跟家人 这么多年的一个心中的结 我才知道说 家人对我的爱这么的深 他们才知道我有这么脆弱 所以当我一切的一切都知道了以后 我忽然间豁然开朗 我觉得我应该让所有的病友 不要跟我当时听到病症的时候 那种感觉一样的震撼而已 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因为医生都不敢判断 正向面对他 对 所以当我接到了宽宏 林老板 他的一通电话说 姚文 扮一张演唱会吧 王老板 你敢我敢 我不敢 因为我不晓得我撑得住撑不住 而且你也会担心 万一突然又断片了 你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对 而且我怕跌倒 我怕忘词 我怕看字幕 他当然有字幕 但是我会忘记旋律 我会忘记很多事情 所以连旋律都会忘 所以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忘记 都会忘 OK 然后在今年我出了新的专辑 我也忘记他怎么唱 然后到了接到阿众部长的电话 他说 姚文你还好吗 我说 我很好 他说 听说你还要办演唱会 我一定会去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等到演唱会都还没开始卖票 他已经在吹票了 已经在密集的说 要怎么买票 要怎么买票 当最后的一通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他只说 姚文 我们听你 你不用怕 我们全部在台下听你 阿众部长说 我们票都买好了 我的家属 我的亲朋好友 我们要去听你好好的站在舞台上 漂亮的演出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却得到了这么多 各个方面的人事物的帮忙 如果地上有个色块 不一样的 我就不敢踩过去了 为什么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地洞 会掉下去 对 医生就很慎重说 也太快了 其实之前 我一直觉得 杨文老师 你很打拼 而且你这个打拼 看起来有点令人心疼 包括 其实这一次生病 你知道爸爸很爱你 可是在那之前 你都一直努力做 你老觉得 得不到爸爸的肯定 但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吧 所以之前都是误解他了 误解 也许在那个时代 当然因为你是老大 对 当然那个时代的观念 可能希望生个男孩 但是个女孩 经历了这样的麻麻难产的过程 对 但其实总是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年 包括你这么付出 也这么带给家里光荣 所以 所以其实 大家都以你为荣 也很爱你 对 我现在才知道 如果说我们这个 这个病 帕金山市症 跟我们以前 所能够理解的 似乎你的病症 又比较复杂一点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有很多的旧的病症 譬如说 我的肿瘤 我必须要在台大看的肿瘤科 然后还必须要看这个拓一线 拓一线 因为一直照伏 照射那个辐射 让这个拓一线塞住了 OK 是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就没有口水 就是一直要穿吃 然后一直 一直就是 每个月吧 都要抽血 检查它的指数 有没有正常 有没有恶化 因为很怕它恶化 OK 变成恶流了 再来就是帕金山市症 它衍生出来的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状况以外 它还会衍生出 躁郁症 忧郁症 这些症状 那初期的人 不能接受的人 他如果没有 经过精神科医师的 诊断治疗 或是说服的话 他会有可能就是自杀 因为他没办法承受那种苦 我吃了一口美味的 吐了 到了后来是 我现在吃什么 味道都没有美味 没有所谓的美味的东西 没有我想要吃的东西 所以难怪那个医生说 你想吃什么 你想做什么赶快去 因为我恶化得很快 而且是那个医师 帕金山医生 他说 奇怪你怎么会那么快 到了现在呢 如果地上有个色块 不一样的 我就不敢踩过去了 为什么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地洞 会掉下去 对 我会掉下去 那我是开玩笑的跟医生讲说 我最近好好笑 我看到那个什么 我既然踩不过去 看到这样 如果是颜色不一样 我踩不过去 医生就很慎重说 你已经有这个症状了 这个是已经中后期之类的吗 不到后期 但是他觉得说也太快了 太快 所以恶化也太快 这个是帕金山医生的症状 症状没错 但是你现在已经这样子了吗 他就牵着我的手 很温暖 我的意识很温暖 他牵我的手 告诉我说 亚文你一定要勇敢 当你看到色块不对的时候 你勇敢踩过去 你绝对不会掉 你一定要记得我的话 你不会掉下去 你要勇敢 踩过去 你只要勇敢的踩下去 都没事 可是那个是很难克服的一种 因为你怎么看它就是个洞 跟别人看的不一样 但是他就说 记得不准穿拖鞋 你穿拖鞋一定会跌倒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脚已经开始小碎步了 因为帕金山就是会小碎步 小碎步这样走 对 但是是海默症 它不是小碎步 它是走路比较慢 而且又失意 失智 失智 我们是失意 对 它是失智 然后他们走路会慢慢来慢慢来 但是我们的是小碎步 帕金山是小碎步走 它会小碎步走 是因为 为什么 就是怕跌倒 就觉得前面是有个洞 或什么样 所以我慢慢慢慢这样走 吐吐吐 那你如果穿着拖鞋的话 你吐吐吐吐 你一定会 扑下去 对 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扑街不是说还有防卫性 你没有 你会整个 啪 就整个 啪了 会伤得很严重 OK 所以他就说 你尽量的侧面走 因为这样倒下去 可能比较 就是不会那么严重 对 他说你尽量侧面走 你如果害怕了 请你侧面走 他就一直叫我侧面 我现在就开始学习 也不用学习 我事长会害怕 我就会侧面走 对 我就知道 我慢慢的去接受 我真的得了这个病症 跟免疫有关吗 医生没有证实 没有证实 因为医生说 这个是全世界 没有人研究出来的 还是不得而解 不得而解 但是我终究 我再去问了另一个医师 他有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说 其实有一些农夫 会得到这个病 怎么说 他说这种病症 其实西方人比较多 东方人没有几万人的 那为什么会 东方人会得到这个病呢 大部分是农药 所以是某一种中毒 对 它是一种毒物的侵蚀 它会导致你脑部 会有这些某些症状 OK 这个医生是 粗浅地告诉我这样子 他就问我说 你有过接触什么毒物吗 我说 如果严重说起来是有的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当女工的时候 我做的就是 漂白组 所谓的漂白就是必须要有硫磺 漂白水 我整天跟漂白水跟硫磺在一起 而且是沉浸在这样的空气中 以前又没有说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空气中 一直在生活 而且那时候正当我要再发育的时候 所以我吸收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做鲁钢 那个是在做什么东西 藤 藤条要漂白 OK 漂白得很漂亮 编织的藤席 然后外销日本 那这个病也不会是遗传 没有 也没有 也没有遗传 对 所以他说全世界就是研究不出来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但是目前我所知道的 有得这个病的 我们以几率来看 都是以毒物 都是毒物 就是撒农药或是什么的 以比较年轻的人来讲 主少年就做蚕 主少年就撒农药的这些农夫 所以他是你说那个右脑还是左脑 左脑 左脑已经有中度萎缩 片子一照出来 它其实是两片 结果我的左脑这边已经剩下这样子而已 上面这节而已 下面都没了 没了 就是萎缩掉了 对 都没了 没有多巴胺了 所以他们才确认说 尤其你的所有的症状 还有抽血检验也好 脑部的所有断层 什么精密的都检查过了 就确定你就是帕金森是症 OK 然后因为左脑它会影响右边 那我就是右手一直抖 抖了很久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抖 然后连在台上的时候 拿麦克风一直抖 我就告诉观众说 我不是害怕 我不是紧张 是我的手会抖 连喝水 水杯也会一直抖 那我必须要吃帕金森的药才不会抖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他们叫我说 有一位医生告诉我 你五年后要开脑 为什么 因为要装瓷片 装瓷片让它会动 让你的手刺激你的脑部的活力 去指挥手 对 去指挥你这些动作 不会说是僵硬的 而是 只是像石头人这样子 那另外一家医院说 你差不多十年 所以我不知道会多久 但是不管多久 我很把握这个当下 第一我知道家人非常爱我 百分百 第二我知道歌迷很挺我 百分百 第三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贵人 很多的好朋友 谢谢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这次 我才把主题 把它叫做 一起逃开吧 一起逃开吧 对 我们不要再躲 因为很多生病的人 就是躲起来 觉得比较安全 躲在家里 很多病人的家属 也认为你在家里比较安全 其实不然 如果你走出来了 你会发现 其实有不一样的路 可以走 不一样的生活可以过 不见得要那么的黑暗 那么的忧郁的说 我就是破病人 没有 不要把自己的病当病 它只不过是病毒在你身上 你让这些病毒自己逃开 不是我们躲避它 而是它自己会逃开 为什么 因为我勇敢走出来 我不怕你的时候 就是你怕我的时候 OK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病友 我因为所有的病友 我才会公布我的病症 我希望所有的病友 因为纵使你罹患了癌症 你还有药可医 但是亚文是没有药医的 我都这么勇敢了 我不敢讲说勇敢 但是我都走出来了 我们一起出来 我们渐渐阳光 在这一两年当中的疫情 我们大家郁闷了多久 多久没有开心唱歌了 没有大声的吼叫了 没有大声的去欢唱欢乐 我们一起啊 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磁场 会让这些不好的事情都退散 包括疫情 包括所有的病毒 包括所有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凡事正面去做思考 不过这一次的演唱会里头 有没有什么歌 就是背后的故事 是有牵动这些 就是需要传达的理念的 因为生病了以后 我发了这张专辑 然后我虽然很多旋律都忘记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首歌 我写了下来 叫做幸福贵病 幸福贵病 幸福过敏 它在国际上 它其实是一个病症 幸福过敏吗 这四个字是个病症 对 它是个病 OK 它是什么病呢 我们台湾人可能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有这样的病症 它的病症就是说 当你得到幸福的时候 你觉得不可能 你会抗拒它 它说我哪有那些好文 我哪有可能先生爱我 还是又乖 不可能 我不可能这样子 然后 好像说你现在很幸福 你沉浸在先生帮你买了一瓶红酒 然后帮你庆祝生日 帮你煮了晚餐 你说不可能 先生一定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不可能 我不可能那么幸福 它就是幸福过敏 你对着幸福 你记得过敏 为什么幸福来 你不能大力的拥抱 就是啊 不能拥抱它 后来 好像我们觉得 我们不值得一样 对 你是值得幸福的 每个人都值得幸福的 值得快乐的 然后幸福过敏怎么唱 来 我想看 歌词是什么 你念给我听就好 走 我们有点 correucing 我们有点厉害 这里的高临 丝表心地靠 丝靠 前地头 云南 云南 为生人老 鱼 阔 而尽 阔 自 不要吵架 嗯 阿沙利 幸福的我接受 不然的你不要吵架 然後另外一首就是 好想就好 為什麼會寫這首歌 是因為太多人一直問我 雅雯我給你秘方 雅雯我告訴你一個醫生 雅雯我告訴你一間廟 哪裡怎麼樣 雅雯我告訴你吃什麼藥 就一直寄過來 我就告訴他們 不需要為我 不需要為我 不需要為我好嗎 不需要問我好嗎 咱來真心好想就好 人真過日子 我出人生這個台度 不需要問你好嗎 我知道你的幸福 照你平安順心快樂 大家都可以得到快樂的 對啊 對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我創作了這樣的歌曲 那在這次的演唱會當中 比較不同以往的是 我以前沒有唱過的歌 有二三十首我自己非常喜歡 這次會聽到二三十首 我從來沒有在演唱會唱過的歌 我想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詹雅雯 蛻變後的詹雅雯 生變後的詹雅雯 讓你們憂心的詹雅雯已經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還有一首歌 《正路放我過》 《正路放我過》 我最近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都這樣子了嗎 醫生就叫你說 你想做什麼就做 交個男朋友 對啊 找個伴 OK 我說我情怒太坎坷 幸福過敏 對 我說是齁 我應該要想到幸福過敏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我應該要寫一首歌 將過去的不好的 戀情不好的 這些婚姻什麼的 都把它撒開 就是《正路放我過》 怎麼唱中間 為三民 在你的心肝 我不是你為一的 昔蕩 好心的人 神啊 馬功一句 你開欠 我的哀 你不要煩惠 我溜亂沙批 正路放我過 放我過 放我過之後 我就可以找小鮮肉來 我就可以再恋爱了 我就可以再找闺蜜了 我就可以 我有无限的希望了 生病以后我发现 你过去太多心结了 对 我觉得我对自己不好 我这辈子对自己 真的很愧疚 这是我该忏悔的 手把他操了 而且你身上总是 承担那么多的责任 心相昏泪泪 无忧疾 在了过去 所以现在已经都是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詹雅文 对 不管我在舞台上 这次的小巨蛋是否站得住 但是我会有人参扶 再站不住 我会有麦家 再站不住 我会坐着 但是歌声不能断 因为有歌名相听 有你的小庭 歌声 我如果唱不下去 请你继续唱 我们帮你唱 你带我唱 感恩 所以很期待 然后这也是大家一个能量的聚集 也是 就是 就是 真的是给大家这个正向的能量 OK 我绝对不能比父母早走 这是我一直给自己很大的一个牵绊跟压力 但是这个连一生都叫我要放下 我没法保证你多多久 但你可以放下多一点事了吗 我的意思是 你以前你看慈善天后 你要去做那么多的慈善 但其实你就让志工去做就可以了 你还要那些狗糟糕 是不是可以这样 对 用爱背开 打在眼睛的黑粉 让眼睛 没得到没效果 张亚文不止歌唱得好 还有慈善歌后的封号 2015年 他号召粉丝 组成志工团 全台做爱心 堆积如山的热色堆满在房门外 70多岁离爱的老先生 生活在脏乱的环境中 张亚文不忍心 挽起袖子开始打扫 他帮生活困顿的家庭 恢复家园 虽然过程艰辛 但张亚文从来没有对外募款 2020年他还到偏远山区 送若氏的孩童 圣诞礼物 他说这是他 这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来 还有谁 拿到礼物的孩子 发出满足的欢呼声 旁人不知道的是 这时的张亚文 已经在承受 帕金森市政的折磨 却不忘做公益的初衷 如此积极投身慈善 其实和他的成长背景有关 张亚文从小家境贫困 20岁进入歌坛 不是因为兴趣 而是为了赚钱 他好不容易 为辛苦做工的父母 满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体认到 这都必须感谢 支持他的广大歌迷 下定决心 要帮助更多的人 张亚文膝下没有子女 但有一位 和他感情深厚的甘女儿 从小学就待在他身边 当志工 他也首次在直播中泪崩 我从小就很舍不得他 现在长大了 我也应该说 还是那句话 人生不要拿手的百个字 尽管孤独寂寞 但张亚文将扇刑 推展到国外协助议诊 你现在紧张 他在紧张 我们怎么会安慰病人 你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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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间有一种领悟 就是说你也当 很短的时间之内 该脱人的病痛 他痛苦 你这种感觉 真的好奇妙 因着明星关怀 张亚文善用影响力 用平易近人 亲民的态度走入人群 他凝聚广大歌迷的力量 一起做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用更坚强的意志 抵抗帕金森市政 病痛会过去 这份善良美好的心 将会永远留下 山上我也没有力气 再到山上去 去跟那些孩子们 好好的相处了 说实在的 若人生有遗憾 你最想做什么 你现在一定要珍惜 要把握 你想做什么 我想要带着我全家 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 孩子们 一起出国旅游 纵使不能出国旅游 我希望在台湾 能够走遍台湾 在我还有能力走路的时候 在我还不用坐轮椅的时候 在我不用被人参扶的时候 在我父母还在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最 我绝对不能比父母早走 这是我一直给自己 很大的一个牵绊跟压力 但是这个连医生 都叫我要放下 他说你要放下 一切都顺利 我没法保证你多多久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发生意外的机率 比平常人多 太多了 但是你如果决心 要让爸爸妈妈旅游什么的 我很鼓励你啊 你现在可以去啊 赶快 赶快 我说好 我希望能够 这个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 全家人一起旅游 到处旅游 对 将所有的时间 放在家人的身上 好好地享天伦之乐 将所有的时间 放在有时间直播的时候 让所有的病友们 所有 纵使你没有生病 但是你的心是忧郁的 你也都能够走出来 因为毕竟我是个教材 我已经经历了这么久 不要说苦难 而是辛苦 但是现在我不觉得他苦 现在我得到的病 真的比以前更苦 所以每个当下都是最好的 既然是这样子 我不要再去想后面的苦 我能活多久 我只相信说 现在我每一步路要踏得很稳 不要让自己跌倒 不要让家人觉得遗憾 然后好好的在这次的演唱会 跟大家好好的再次相聚 让大家看到我的平安 更希望能够将这份力量 达到每个人的心底 而且我相信科学应该 还有包括医学 也许有那么 就是会有进步啊现在 我等待奇迹 因为虽然医生跟我讲 没有办法 但是我等待奇迹 然后我非常推崇 而且我的偶像李戴祥老师 他当时也得了这样的病症 但是确实在那当年 没有这么好的医疗 所以他很快的就会 舌头不能很自由的转动跟讲话 然后手脚也不能自由的行动了 我也问了医生 我未来会不会像这样 他说有可能 因为我现在发现 我的舌头已经没有以前的灵命 我发现了这些 所以他们才会认为 我的进度太快了 太快 我的恶化太快了 我说没关系 如果我继续吃药 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 圣诞节的时候 要大家共同来感受 这一个温暖的力量 我们来感受 这股力量以外 我希望每个人的身上都能 展现奇迹 感恩 好 雅雯老师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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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